水王子,我们在这里已经修炼很久了,我好长时间都没有见小五了,有点想他,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,你陪我一起去樱花小镇看看他吧。 好呀,冰雪女王,我们马上就出发,我也很想小五,他在樱花小镇应该生活得很好,小镇的居民一直都很喜欢他。 小五小五,我和水王子来看你了,你在家吗? 怎么没有人呢,我去其他房间看一看,小五可能在卧室里睡觉。 奇怪了,这个时间小五不在家,他会去哪里啊? 冰雪女王,你快来,你看我发现了什么,我用魔法定位了小五的位置,你快看看这是怎么回事。 小五怎么变成了乞丐,在要饭啊? 怎么回事,小五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,气死我了,樱花小镇的居民居然趁我们不在的时候这样欺负小五,欺负小五就等于欺负我和水王子。 小镇的居民们是不是已经不喜欢小五了,喜欢的就留下,不喜欢的就走开,我都听见小五委屈的哭声了,水王子我们走, 我们去帮小五教训那些人,不帮助小五的人一个都不要放过,帮助过小五的人以后就是我们的好朋友,我们会永远保护大家的。 你们好大的胆子,居然敢这样欺负小五? 糟糕,冰雪女王和水王子怎么来了,快跑呀。 哼,欺负完人就想跑,你们做梦,我这次就好好教训教训你们,给你们这些白眼狼长长记性。 这就是欺负小五的下场,小五我们走,你跟我回冰雪世界吧,那里的人比樱花小镇的人善良,而且他们都很喜欢你,他们如果知道你要去,一定会非常开心,会热烈欢迎你的。 好的姐姐,谢谢你和水王子来帮我,记得点赞关注哦。